開動我們號是地表最強燒肉丼 然後其實我們的特色就是 我們把燒肉丼做成一個非常極致的料理 然後我們把燒肉的精神跟丼飯的這種 國民的美食的這種料理結合起來 我們每一份餐點其實都是用這種誇張的視覺 用誇張的這個呈現 然後讓你看到肉量非常多 然後用不可思議的食材 然後去做出一些創新的口味這樣子 日本在吃飯前都會雙手合十做了一個 好像禱告文這樣子 那好像是いただきます 表達這個食物我們對它的感謝 或是我們現在很想吃這個食物的期待的心情 那我們當時就很想要取這個名字去 讓我們客人也一樣 就很期待我們的產品上桌 然後趕快想要吃它這樣子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產品 對客人吃完之後 他們也是非常有活力的 然後去挑戰每一天的生活或是工作這樣 對我們取名叫做開動 其實我們不像一般的丼飯可以選擇是比較薄 或是比較普通的部位的肉 我們都是選擇 Prime等級 或是Choice等級 而且我們的 年五花最基本的都是後切3mm公分 所以其實 我們很希望 每一頓飯推出去 都是給客人肉感十足 而且是很紮實的吃到很多肉 那 每次回來開動吃完就是很滿足的感覺這樣子 我們使用的是美國 Choice跟普通等級的肉肉 它的油花是均勻的 口感吃起來是軟嫩 那它的養飾方式是用玉米飼養的 它吃起來沒有草腥味 我們現在有推出一款 移動雙刺 然後我們的肉是用 Choice的雙醬牛 以及普通等級的一板牛 在碗上面呈現的是 經典原味 使用黑胡椒跟海鹽 然後我們鐵板上是用 黃的一板牛 然後鯨上那個特製醬汁 這樣瞬間下去有一個爆發的那個肉香味 好 其實我們店裡面使用美國牛的比例非常大 大概有80%都是用美國牛 那我為什麼選用它 是因為它的油花跟它吃起來的肉汁的香氣 其實是更濃的 那我們現在賣的最好的一款牛丼 叫做Size Ferry丼 那我們使用的是美國的板件牛款 那它其實吃起來有點脆彈 肉汁跟油花非常的香甜 那這以上其實就是我們 為什麼一直堅持使用美國牛的原因 好 那就歡迎大家能夠來開動 然後享用美味的美國牛肉 來體驗我們地表最強Solo丼的威力 我們在這之前